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多年来 这项歌颂母爱的活动 已成为亲传人共同的回忆 在差不多三十多年前 学校就规划这样一个合唱观谋的活动 那让同学们有这个机会 把对母亲的那种爱 能够有机会把它唱出来 那这么多年来我们觉得 同学们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变成我们亲传同学一个 共同的一个回忆 小朋友对爱比较不敢表达 那父母有时候也很腼腆 那我觉得爱要及时说出来 然后真的看到大家这样表演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妈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你 辛苦了 好 谢谢 妈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 除了现场动人的歌曲 学生也自认康乃兴及贺卡给妈妈 看到孩子们知恩图报的孝心 让在场的妈妈都相当感动 非常的感动 因为其实平常小朋友 没有什么机会 表达他们的那种 就是内心的想法 对啊 所以很谢谢学校 就是有这个机会 然后就让我们去感受到 孩子最真实的那一面 天下你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你妈妈都是一样的 这场别具教育意义 且温馨的音乐观摩会 让参与的师生及家长们 都提前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海波大台北四位新闻 陆陆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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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